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加入老湯還來自,我是老湯 烏克蘭一支突擊隊衝入浩溝,一邊開槍一邊迅速推進,殺那間槍聲大鑿,展開一場近距離交火 突擊隊員准可能壓低前進姿態,目標是敵方指揮中心,雖然是一場沒有真正敵人的浩溝襲擊戰術演練 但是隊員都知道,一旦夏特反攻命令,他們難以避免要和俄軍在已經構足好的多度防線中和敵人正面交戰 只有熟練近戰技能,先有機會在血腥戰鬥中獲得勝利,而且不只是這項科目 突擊隊環要具備長途奔襲能力,隊員們要攜帶全副武裝,以徒步的方式向目的地前進 一旦接近敵方陣地前沿,就要找一個視野開闊,但是又有天然環境保護的觀察點 偵查敵軍動態,並且向隊員交付作戰任務,等待隊長一聲令下展開突襲 畢竟突擊隊的主要任務,是執行特殊偵查,以及癱瘓的指揮中書的非常規作戰 雖然風險極高,但是目標非常明確 一旦完成任務,就要迅速退出膠戰地點,由主戰單位接手後續的攻擊行動,打一場漂亮的配合戰 這支駐防在巴赫姆特郊區的烏克蘭基部裡,正使用無後助力炮向俄軍陣地開火 旅長阿力山大亦不為熱,俄軍的攻勢從未停歇,幾乎每日都會出兵集擾該據點 甚至會有部戰協同的攻勢,試圖在這條戰線上撕開一個缺口 即便戰事非常激烈,但是官兵們都堅守陣地,阻擋俄軍的攻勢 因為所在的位置戰略價值十分重要,對於日後的戰事發展具有關鍵作用 根據一份情報顯示,烏克蘭已經在巴赫姆特西側的第二道防線部署重兵 除了維持前方補給線的暢通之外也不排除是一次戰略性的部署 這片戰區就位於巴赫姆特外圍,赫索夫亞爾和康斯坦丁洛夫卡的三角地大 烏克蘭調集了兩支坦克旅四個機部旅,再搭配第三亞術突擊旅和第十山地旅 合計十個作戰單位形成包圍網,西方軍事專家研判這道很有可能就是烏克蘭反攻行動的前哨站 但是國際間亦傳出一些雜音,認為烏克蘭一直把反攻掛在嘴邊但遲遲不見實際行動 懷疑計劃講不上變化,甚至是根本沒有計劃 對於這類質疑,烏克蘭駐英國大使普萊斯塔可接受媒體專訪時提出解釋 原因很簡單,一方面是不能向敵人發出任何信號 再來是目前的天氣條件並不允許 不過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就引述一名烏克蘭戰夫的說法 說反攻行動之所以沒消沒息 最關鍵的原因是烏克蘭並沒有足夠的彈藥 支應過程中可能帶來的大量消耗 報導中更披露了這名戰夫是隸屬於 烏克蘭國土防衛一百里的士兵金九克 他還說為了截散彈藥 部隊被要求開火時只能單發點防 而且要瞄準到目標後才能夠板機 俄羅斯國防部更說 所謂的反攻行動只不過是指上談兵 還要烏克蘭軍方不要再發白日夢 對於俄方的說法,烏克蘭顯然不想理會 繼續為反攻做準備 烏克蘭身份女教官邊喊邊開槍 要這批學兵加快動作 蒲白前進通過低半鐵絲網 為了比訓練基地更貼近戰場實況 教官更在五百公尺障礙牆 精心佈置了很多以真的道具 其中也包括沾滿紅色染料的 半身塑膠假人無特兒 在演練雙兵救護的科目上 教官惹到將施救的新兵按倒 要他綁止血的時候記得放低姿態 免得變成敵火下的犧牲者 新兵們剛剛完成一個訓練科目 馬上有要快速通過障礙點 還要兩兩一組攜帶彈藥相轉進到其他據點 並且為戰友提供火力掩護 當部隊陸續在前沿陣地完成集結後 隨即集中火力朝敵軍射擊 新兵們的訓練就是一次充斥著槍聲 爆炸聲和叫馬聲的震撼教育 即便比不上真實戰場的千萬分之一 但是教官們會這樣做 除了要磨練新兵們的戰技外 也在幫他們做好心理建設 一旦進入戰場只要能記住 在基地中所學到的戰鬥要嶺 就能提高一些存活的機會 為部隊多保持一份有生戰力 除了常規部隊的訓練之外 烏克蘭追擊手亦在戰爭中 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根據華爾加日報報道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 烏克蘭追擊手至少解決了 俄軍35個張校級的高階軍官 而且追擊的目標大多所定型級以上的 戰鬥單位指揮官 一旦部隊出現群龍無首的情況 戰局很快就會發生變化 尤其烏克蘭官方宣稱在這批追擊手的隊伍中 還有不少是女性隊員 他們不但比男追擊手更有耐心 槍法同樣出色 再加上西方援助軍備中 也包括了射程更遠準度更高的身式追擊槍 令這支追擊隊得以繳出輝煌的戰功 好 今次到這裏 我們下次見